给大家念段课文 明文 盼望着盼望着 双十一的腰风来了 网购的脚步近了 一切像刚发工资的样子 萌萌的张开了眼 败家娘们造起来了 信用卡刷起来了 老爷们的脸绿起来了 你看还有一说 哥们跟兄弟借钱 说兄弟我遭遇车祸了 得给你借点钱 这哥们一听 赵氏司机是谁 是什么车 我老婆 什么车 购物车 我在网上看见好多 有爆炒双十一的段子 还一个就是说 一个小区 一座大楼 双十一 凌晨 零点 零分 大楼家家户户 灯火通明 没有电视 没有音响的嘈杂 没有夫妻的争吵 只有鼠标 哒哒哒哒的声音 与此同时 守门口的传达室的王大爷 默默的抽着烟 一直在思索 而后深吸了一口 站起来 拉下了小区的总电闸 他这一举 为小区全体业主 省下了上亿元 而且还有一个 说双十一过完了 过去了 过去了值得后悔了吧 老婆哒哒哒哒叫 拿着菜刀要剁手 老公赶忙去拦 就说 太太太太太 你可得想开一点 这个钱花没了 咱们还可以挣 你这手没了 那就真没了 再者说了 你负责花钱 我负责挣钱 你想买什么 尽管去买钱 我来给你挣 听了这话 他老婆才把菜刀 从老公手上拿起来 为什么我讲老公和老婆 为什么老婆要花 丈夫的钱 这个中国语言文字太玄妙了 你看这个丈夫的夫 你把这夫字倒过来 是个什么符号 人民币 你丈夫代表钱 还有一个说什么 说丈夫 俩字 您要是倒过来读 怎么读 付账 付账 付账的才叫丈夫 不付账的 那叫小白脸 所以说 讲这个丈夫和老婆花钱 为什么我用这个起头 因为我要讲的实际是另一件 花钱的事 前不久我在香港 跟一个朋友 有一面之缘 当时互相加了微信 那么前一阵 就前几天 我看他在朋友圈 发了一句话 说征得馆长同意 龙美术馆展开收藏新纪元 下边配了一个图 我一看眼就亮了 莫底利安尼 西方的大画家 莫底利安尼的名画 侧卧的罗女 10.84亿人民币 1.7个亿的Dollar 这个人是谁 对了 刘亦谦 龙美术馆的馆长 是他老婆 叫王威 所以你看 他就说征得馆长同意 刘亦谦自称是馆长 馆长助理 这两口子 在中国拍卖圈 可太有名了 创了多少个记录 比如说2.8亿港币 明代成华年间 鸡钢杯 大家记得吧 刘亦谦到香港来付款 刷卡 刷了24次 完了之后倒茶 自个儿用鸡钢杯 喝了一口 不还引来一些个争议吗 他买很多东西 所以人家现在都有说 做人留一线 拍卖 刘亦谦 就是都只是他在拍卖 创了多少个记录 这次他创出来 那就是几乎到顶的一个记录 全世界的最贵的艺术品 他这也算是名列前茅了 这个高价 老外看着都傻了 刘亦谦呢 你看那个老外网上那个评论 都是什么标题啊 说一个上海的第一次司机 买走了莫迪利亚尼的名画 他们也不算说错 刘亦谦呢 据说他是这个初中一毕业 就去创业去了 卖过皮包 真干过两年的 第一是出租车司机 据说当时人还留下话呢 就是说你们负责读书 我负责挣钱 结果他自认为他没读过什么书 可是呢 他的名字 我后来发现很文化 这个义和签 可是义经 中国义经里的两个卦呀 义卦和签卦 而且他应着一句古语 就是签受义 这人呢 谦虚受义 签受义满招损 你看 一个自认为没文化的人 他却有了一个这么有文化的名字 而且呢 买的这个东西 可是顶尖的文化艺术的这个 真品 所以他在上海 自己开的龙美术馆 这个规模也特大 那么中国的现在的富豪啊 这两年像王健林 王中军啊 把这个什么毕加索也买回来了 梵高也买回来了 都是几千万美元 什么都是 这个刘一千 这个不光这个价钱是最贵 而且呢 就个人有偏好 我没有什么水平 但是我个人特别喜欢裸女 特别喜欢莫底利阿尼的裸女 为什么 哎 现在啊 这个有些朋友 他会觉得 别人要一说点他不懂的事 他就说你装逼 其实呢 我就有点不服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个大俗人 我自认为 我不真没什么文化 他他非常无知 我觉得太多事情 我都不知道 可是呢 我有一个不服 就是说什么 我总觉得大多数男人喜欢的 我都喜欢 那么我喜欢的艺术品 我认为我也能够让别人跟我一样的人喜欢他 他是美的 他并不是说咱要多高 咱才能欣赏他的美 我真不这么认为 你比如说关于莫底利阿尼侧卧的裸女 美术家他们的水鉴定评论 那我也不懂 可是我就说 我自己觉得 为什么我喜欢 你看他这个颜色 用色单纯 好像线条看上去 似乎也很简单 可是你你你觉不觉得 你仔细看这个画的细部啊 不是下部是细部 你得看这个细部 就是你能不能感觉到 我似乎觉得女人这个肌肤的这种 凹凸啊 肌肤的起伏 我好像都可以感触 而且我第一次看这个画 我就有一个直觉 我觉得这个画家的这个画笔啊 哎就像是一个手啊 在抚摸在触摸 这个美女身上的每一寸肌肤 美女身上的每一个线条的起伏 每一处的这个S 大S也摸了 小S也摸了 好像是这么摸过来 我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甚至我更有一个直觉 我觉得这个画家呀 特别爱女人 后来我一看传记 果不其然 莫迪利阿尼平生三大号 女人酒精毒品 所以最后也把自己 他也是就是生前活着的时候啊 也是这个这个过着那种啊 这个浪荡的这种生活啊 画呢也不大怎么卖的出去 他平生就举办过一次画展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最后把警察招来了 当时就斩这个裸女 裸女 那最后警察就说 当时就说这是色情 就给他关闭了 可是你看多少年之后 那是世界艺术的这个真品啊 这是说 我为什么 我说这个莫迪利阿尼啊 确实非常爱女人 而且他是个帅哥 你看这帅哥帅不帅 意大利帅哥 后来到巴黎混 跟毕加索整天一块玩 那么但是他呢 在这个商业的这个当时运气上 看来没有毕加索那么好 英年早逝才活了三十五六岁就死了 那么他一生当然可能不止一个女人 就是爱女人 但是据说啊 他用情最多的是俩 有一个呢 是一个从南非来的英国的一个女士 但是你看 这就反正说 有时候男人不喜欢女的太聪明 他就觉得这女的太智慧了 这女的就觉得他呢 恨铁不成钢 所以最后俩人掰了 我注意到这个画啊 这个刘亦谦买的这个 说是画家 作于1917年的 我一下子有一个联想 就是1917年的时候 他生命中 这第二个就最重要的女人 叫杨妮的 走进了他的生活 还给他生了一个孩子 所以你说这个画家 莫迪利安尼 因此 哎 刘亦谦 那个要把这画拿回中国来 没准咱们有演员 有机会能看到 哎呀 看的时候 我就想 从这个画 体会到 莫迪利安尼 那个真爱女人的 美的 他的手 他的感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